8月30日,在前一天的女子乘干跳高比赛中,中国跳高女皇李玲击败了泰国和韩国选手,成功赢得了冠军,顺手拿个金牌,中国跳高女皇20分钟两破纪录。 教练,对手是她自己李玲献明,29岁,比赛中她一次过了4米2和4米3,三次是跳过了4米4,她也就此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记录。 随后,李玲向更高的4米又发起了挑战,结果在前两次失败的情况下,李玲第三次尝试后取得了成功,只用了20分钟,李玲就两次打破了亚运会记录, 以无可争议的好成绩为中国队夺冠,李玲随后还是图挑战,同样由她保持的4米71亚洲记录,但这回三次试跳都失败了。 对于李玲的精彩表现,教练在周铁明评价说,这比赛其实没什么悬念,现在李玲在亚洲没有对手,她只需要战胜自己,冲击她4米71的亚洲记录。 显然,在教练看来,夺冠只是李玲参加亚运会顺势而为的事情。 李玲的目标,第一是要打破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记录,第二就是要全力刷新亚洲记录。 已经29岁的李玲至纯高远,目前在北起大院教的她并不打算退役,而是打算一边指教一边训练。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,她都准备参加,而且将继续冲击她的目标,4米80。 。 。